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在加州州和县的监狱里边有一些囚犯 不是一些了 是很多的囚犯 35000名囚犯 申请失业救济 失业福利 本来他们根本就不符合这个资格的 但是因为这个救济 紧急救济的那个援助案出来以后呢 有大批的联邦的资金到了各个州 所以要赶快帮助受到疫情冲击的这些失去工作的人 赶快渡过难关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第一钱多 第二呢 就是顾不上来甄别哪个人是符合资格的 先尽快的发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手里 有任何问题事后再来处理 再来纠正 结果没有想到就被人钻了空子了 怎么发现的呢 是有三个县 包括洛杉矶县 这三个县的检察官呢 他们在调查另外一个案子呢 在监听一些监狱里边囚犯的电话 这时候呢 在这些录音电话当中呢 他们突然发现 对话当中怎么经常出现 如何申请失业救济 如何申请失业补助 然后福利 然后如果申请到了以后怎么样把钱打到我的卡上 然后转到监狱里边来 经常听到这个 而且还有一个人居然在电话当中 还吹呢 说你看我领了这个政府发的钱了 给我妈买了个400块钱的手表 让我妈高兴的了不得 他说你看这钱多好占呀 这些话出来了 而且监狱部门也发现说 最近这一段时间一来监狱里边的囚犯 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号嘛 囚犯的这个账号上的钱怎么突然大幅的增加 不是一个两个人增加 是很多人都有了几千几千的这个额度进来了 本来他们很 就是说钱很少的嘛 现在怎么会这么多呢 于是就引起注意 再一调查发现不得了了 这个是一个大规模的叫做诈欺时间 你可能说三万五千啊 我觉得也可能是全国性的 因为这个是劳工部公布的这个数字 也许是全国啊 我们反正稍微再确认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管是全国还是加州 这个数字都是大得不得了的数字 对不对 三万五千个大型的诈欺 刚才说其中两万人拿到了 那么这个里面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先不要指责EDD 因为你要想象他们是叫措手不及啊 不管是人力还是电脑 再告诉大家 加州 就是负责这种失业金 18万的积压的案子还没有处理呢 就是光给还给不来不及呢 这个调查诈欺工程是非常大的 所以联邦知道这个问题 联邦政府说 好 再给你加10人吧 这10个人可不是加给加州啊 是全美国 我给你加10个人 就是那等于另外顾10个人嘛 对 加州因为比较大 分到了一个 你想想 对 那其他49个州分那9个人 这就足以证明这情况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是这么做的 他们发现在申请的过程中 有一个表要填 这个表在网上就可以填 不是一张纸 你就在网上可以填 你就填 你是叫什么 每一个囚犯都有名字和社会安全号啊 这不是假的呀 对不对 你把这些都如实的填写 然后你再填写一个 你失去了一个什么工作 这个好填啊 就这些囚犯 他不知道多少年前曾经也有 有过什么一个份工作嘛 对不对 因为那张表呢 我也见过 他是要求要填你的雇主的 你是谁 对不对 当然必须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填雇主呢 是因为你的那个失业救济金的一部分 雇主要出 所以那个EDD他要找到那个雇主去 他同时要发一封信给这个雇主 说你曾经解雇过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谁 那么我就告诉你一声啊 我们现在开始发失业救济金了 那么到时候呢 你的那部分 我们要从有一部分 28%我记得还是多少 是要从你那往下扣的 好 就这个情况 所以他们呢 是三种情况 基本上 一种呢 是家人配合 对吧 家里人说好 我可要申请了啊 我先知会你一声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用监狱外面的那个地址 反正这个EDD也不知道你在监狱里头 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要说的电脑联网的问题啊 没有这个电脑联网 所以我就替你申请了 就拿到了 还有就是监狱里面的帮派 就是监狱一帮人过来 哎 你的名字我用了啊 你没话说啊 对不对 要不然我打死你 在监狱里 对不对 这是监狱的帮派 还有一些就是这些 这些囚犯自己 他自己就直接申请了 就是显然 他们可以写信啊 对吧 他们可以有上网或者有这种沟通 而且他们在监狱里有账户 他在监狱里 说明说监狱里也有商店啊 他可以买东西啊 对不对 但大部分的这个支票呢 都是寄到监狱外边的某一个地址的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申请的话 大概就是寄给亲友啊 对 我有个朋友在外面 对不对 然后他是这样的 我跟我一个朋友联系 我不跟我家人联系 对不对 我现在开始申请啊 寄到你那去 然后你打到我这帐里来 对不对 那他就给他妈妈买手表了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当然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 也有啊 咱们还现在还不知道多少 就是也有就是把盗用他们的身份 对 当事人完全不知道 当事人完全不知道 也就是说当事人本身也是受害者了 这种情况也有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情况 反正现在加州的九个地区检察官 加上一个联邦检察官都在调查这个事 只要是证明你自己瞎填了这个表格 虚报了这个表格 然后去冒领了实业救济金 这个呢叫做联邦重罪 不管是你自己申请 还是帮别人 明知道对方那个人不符合资格 你也帮他申请 这个就叫做联邦重罪 三年啊 三年 有期徒刑三年 所以呢 现在调查的人非常的多 有些人已经认罪了 有些人还在进行调查 有些人已经被起诉 在加州非常多 那么一滴滴呢 现在已经发现至少有35万张现金卡 已经发出去了啊 里面都有钱的 和这个诈欺有关系 因为他们发现有一些卡 怎么十七八张寄到同一个地址 对 这绝对是有问题的 所以很多情况吧 反正他们已经把这35张卡的 全部等于是停止 就是停止使用了 暂时冻结了 正在进行调查呢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 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 只要调查出来以后 要对你起诉 然后要把你发给你的所有的钱 全部要扣回来 你全部要交回来 所以实际上你冒领啊 对你自己本身是不利的 第一它是犯法 第二是你领的一些钱啊 你迟早要还回来的 你说我过十年还可以 过十年你那钱可不是 那要加利息的 那是不是说你现在联邦政府给了你八千 你就还八千 我拖个十年八年的 十年八年的八千就不是八千了 所以而且你跑不掉的 因为你只要一个有证据的说你有收入 他首先钱到你口袋之前 先把那钱就给你扣掉 对 这个话不来 因为你想想莫名其妙 我们现在说是监狱外面的人 你得蹲三年监狱啊 监狱里面的人 如果你快放的话再加三年 对不对 当然斯卡皮特森这种活该 那无所谓了 他不在乎三年 他一辈子输不来了嘛 对不对 但是据斯卡皮特森的律师是说 他属于盗用的 就是说他没有申请 他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啊 什么之类的 那下面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一件事情 这一次给全美国一个提醒 包括宾夕法尼亚也抓了三十几个人 宾夕法尼亚有八个监狱的囚犯 也有其他美国的其他的州是 百分之百的有 没有任何的 可以这么推上去 没有任何一个例外 就是恨不得你可以这么解释 就是没有一个监狱里面 不存在有这种炸弃的行为的 只是多少的问题 这个一揭开呢 那接下来就是提醒了 我们一个联网的问题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 来美国只有三十五个州 这个事业救济心的这个系统 跟那个监狱的系统有联网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所谓的联网就是 你比如Scott Peters你把这个名字一打进去 你申请失业救济金 你不管申请一块钱还是一万块钱 他只要把这个名字一打进去 就得了吧 马上拒绝了 对你这是在监狱里 那么就显然在加州这个系统当中 一个囚犯在申请的时候 在EDD他把你的名字打到电脑里 一看他就一定不知道你在监狱里 不就这么简单吗 对 所以这个呢 EDD啊就说了 这个呢是我们加州的叫做保护隐私法 对这些人保护的太好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 哪些人是在监狱里边 哪些人是犯罪的 所以为什么说 刚才说跟劳工部进行一块调查 就是EDD和劳工部一起要求加州的劳改局 要把所有的囚犯名单要提供出来 然后他们要根据这个囚犯名单 一一的到他们的电脑系统里头 一一的笔账 只要是囚犯 对不起您发给你的钱全部没收 然后全部收回 同时你花了的钱 你以后还得给我还回来 所以这个事情呢 现在正在做 那么当然 你说EDD它没有责任呢 也应该说没责任 因为人手太少 但是呢 他们的电脑系统确实是太旧了 所以这个在 以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曾经说过 这个电脑 我们加州是科技大本营 有那个Silicon Valley 全世界自豪的一个科技的重镇 结果没有想到 我们加州 州政府的这些电脑系统 已经破旧的不像样子 所以 现在给州长施加压力呢 要求他尽快的采取一些行动 第一是阻止这个囚犯申请 第二是要就把整个的这个电脑系统恐怕要重新的更新一下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洛杉矶时报有一篇很大的文章 是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吧 从三月份有了这个刺激经济的补助方案和EDD 就是加州的失业福利的这个补助方案之后呢 有很多人在滥用 有很多人在用炸击的行为呢 来冒领或者是来这个就是骗取政府的这些资金 甚至在监狱里边 在加州的州一级和县一级的监狱里边 有大规模的坐牢的囚犯都申请到了 包括死刑犯也申请到了这个救济金 所以这件事情呢 现在引起了加州很多个地方地区的检察官 还有联邦的检察官在进行调查 所以我们把这个了解到的情况呢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你听了以后呢 真的会觉得叫做触目惊心呢 是但是这个触目惊心的背后呢 也有它的原因 有一句话英文叫follow the money 跟着前走对不对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呢 请注意就是它的到来是拍山倒海之势 所以又突然面积又大 然后突然之间呢 美国政府决定 比如说给它的人民1200啊 在某些符合条件之下 然后什么每个礼拜600啊 然后大量的人失业 然后失业救济的这些部门 他们的工作量增加啊等等 这个申请是什么程度呢 是非我们可以想象的 就如洪水一般的到来 这申请给大家举例子 有的人他一看 这个可以申请是吧 疫情是多少三月份 是不是四月份对不对 我去年2019年在某一个工作事业了 来吧申请啊填单子 还有的人就是他本身有一个工作 比如说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兼职对吧 他那个兼职没了 他正常的工作还有申请啊 你知道EDD这些机构 他是怎么做的吗 在疫情期间 他先给你再说 他是这样的 他先给你一张卡 不是一张支票是一张卡 你可以刷嘛 对不对 现金卡 现金卡 然后他开始调查 然后如果调查出来 你这个有问题的话 他把你那钱啊 再给你扣回去 你这个躲不过的 因为他知道你是 那个诈骗集团 我们现在不说啊 我们只说他面临的这个困境 就是这么多的人 他只好他先应付 即使这么样的话 还有大量的积压的 没有处理的情况 对吧 这个是不赖他们的 因为来的太突然 人数太多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人 刚才说follow the money 就跟着钱走啊 他就看到机会了 这些人就是职业犯罪的人 其实我们以前讲过 对吧 至少讲过两次吧 对 就是关于这个 救急人诈欺的情况 但是没讲过囚犯的 这个事情 囚犯是昨天看 洛杉矶时报报道 才知道的 这个诈欺就是给了一些人 想 这些人在监狱里待着 我要是如果能够跟他配合 他有两个 一个是跟这个人本人配合 对吧 这个囚犯自己就加入到 这个过程当中 诈骗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就是 我只要想办法 搞到这些囚犯的名字 然后我用他们的名字去申请 就可以拿到 没想到呢 就真拿到了 现在是加州的九个地方检察官 已经提出了具体的数字 但现在知道的是 35个监狱当中 囚犯一共拿到了 1亿4千万美元 这是拿到的 其中死刑犯拿到的40万 所以我们这个情况呢 就有必要让老百姓知道 因为这个钱可是老百姓的钱 对不对 对 这都是纳税人的钱 当然进攻调查之后 政府说 对 这笔钱我可以收回 但是这些囚犯 他拿了钱以后花了 有一部分人已经把钱给花了 花了以后 他也没钱 他也没资产 你怎么收啊 当然你可以把 这笔债务 link就是放到他 以后未来赚取的钱的上头 你只要以后还赚钱 还打工 我就从你薪资里头在扣 但这都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呢 这事反正是挺麻烦的 刚才说了 加州的州和县监狱里边 35个监狱里头 有大规模的这样的诈欺的事件 刚才说两个渠道 一方面是 在 监狱外边的人 就是和监狱里边的人合谋 或者是在外边的人帮他们申请了以后 申请到了钱以后 再把这个现金卡里头的钱再转给监狱里头的人再去用去 这都有啊 因为 为什么说大规模的呢 是因为在这35个监狱里头 一共有多少人申请呢 照目前来看 这9个地区检察官的手头的资料来看 有35,000人申请 其中有2万人 他们的申请获得批准了 也就是说这2万人拿到钱了 不同程度的 最多的那哥们拿了4万8千块钱 是 所以我都不知道 4万8千块钱 当然几个月拿的 但是那也等于是每个月恨不得拿 8、9千啊 7、8千啊 这么拿法啊 好家伙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说 这些检察官和检察人员突然发现说是 怎么在监狱里头 人人都知道如何去申请这个失业救济 如何申请失业救济 而且据说是他们都知道 申请这个东西非常容易 而且来钱来的很容易 那你就想象吧 这些人肯定他不会闲着呀 这么多人去申请 不是都是外边的人 这个比如说是盗用了他们的身份 有这样的人 但是也有一些人 就是他们自己填的表去申请的 失业救济金的要求是这样的 当然疫情期间呢 这个情况稍微放松一点 但是他的基本的要求就是 你失业了以后没问题 但是你必须得在积极的找工作 就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就是不管是什么工作 你还没有太多的挑选余地 对不对 就是说人家要你 我这个工作我不去 这个桥定是你先申请嘛 对不对 你不去你干嘛申请啊 对不对 所以你得多方面的申请 然后如果申请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机构要了你的话 你必须得去 那你去上班的那一秒钟 失业就已经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就替国家能够减少负担 这是的要求 Scott Peterson2004年的杀妻案 这是著名的案件 这个今日话题当时 整个跟随这个案件 它影响之大仅次于辛普森啊 这是我们加州的特别大的一个案 所以当时参与其中的人我都记得 Lacey Peterson她太太怀孕八个月 对不对 被她给残酷的杀害 因为她有女朋友 Amber 她跟女朋友之间的这些电话呀 什么之类的 全都好来公布一种 判了一个勇士不得假释的 就是死在监狱里了 就判了这么一个刑 她收到了 事业救济军 然后 Kerry Stainer 这个人 1999年在优胜美帝的这个案子 今日话题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1999年20多年以前 我们做过大型的节目 从她小的时候是怎么养成的这个性格 在家里面的对她的一些待遇 这变成了她的扭曲性格 她在优胜美帝的那个酒店里 她是一个清洁修理工人 杀了四个女性啊 对 也是大案 她拿到了 修寄金 根据洛杉矶时报报导呢 这个叫做 Isaro Aguirre的人呢 是当年是2018年 杀了一个八岁的女孩子 终身监禁 不得保释 也拿到了救济金 所以你告诉我这些人 他有可能 在什么条件下 他能够符合资格 没有任何一个条件 能复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只是举例 刚才说的是 死刑犯拿到了40万 不是这几个人 还有很多呢 对不对 再说一下 我们现在说的还只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况 全美国就更不得了 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一个全美国的情况 但是今天呢 我们把这些重点 还是放在加利福尼亚 看在看加州这个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稍等会儿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怎么做的这个事情 对就是他们有几个做法 就这些囚犯 不管是死刑犯 还是非死刑犯 他们是用怎么拿到的这个钱 然后有些人拿到钱 他是怎么花的 他拿这个钱又买了些什么东西 好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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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